大家好 这是一台北京U5 Plus 这台试驾车是1.5升自然吸气动力版本的尊贵版 也是这个动力的最高配车型 指导价格是87,900 可以说是非常的亲民了 那我们不妨就来看一看这台车 是不是真的好开好用 那么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外观设计 这台车的比例和尺寸是比较失踪的 体型不会过大 整台车也没有一些非常怪异的比例线条 看上去就会要舒服一点 那亮眼一点的细节呢 一个是在车头有一个贯穿的镀铬装饰 和车尾的贯穿尾灯相呼应 下面呢一个向下弯的行车灯 我觉得造型还是比较有设计感一点的 下面的大嘴的格栅 就让整个车头的视觉冲击力和攻击性 变得要更强了一点 那么它的轮胎尺寸呢 这台配置呢是205 55 R16 全系只有1.5T动力的最高配来到了17寸 那么这台车16英寸听上去确实不是很大 不过205 55 R16这个轮胎尺寸和我自己的车是一样的啊 我的日系性能跑车 所以不免让我也觉得心生亲切啊 这台车的内饰呢 首先就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 因为看上去的视觉效果是非常简约协调的 它不会像一些定价不会太高的车那样 感觉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 然后把那些很繁杂的设计元素 无厘头的加到了一台车上 这台车不会 它整个都是非常简单的 很大气的线条 看起来视觉效果反而会舒服一点 而且它的用料在8万多这个价位 真的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 几乎都是软质的 上面大面积的软质塑料的这种材质 中间呢是一个皮质的材质 那像门板上包括这个扶手这里 手能处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 而且座椅的填充物也会比较软一点 乘坐的舒适感相当不错 所以整个车厢给你的这种体验感就相当好 那配置的部分呢 最亮眼的其实就是这两块连屏了 液晶仪表上面的显示效果是很清晰的 那中间这块12.3英寸的车机屏幕 全系标配 这点也是相当的厚道 不会说只在高配车型上才有 那下面呢就会有些尴尬 有些车那个大屏幕高配车有低配车就 大家懂的 那么它的功能部分呢 常规的像连接电话呀 导航呀 娱乐的电台音乐功能都会有 而且你通过连接手机之后呢 还可以听喜马拉雅的电台 我觉得也是比较与时俱进一点了 功能做到基本的齐全就OK 那像这个价位的车型 你指望它有非常琳琅满目的 智能化的配备 这也不是太现实嘛 而且还有一个功能 值得一说就是它的倒车影像 清晰度也是 我觉得在10万以内的这个价位来讲 是非常有优势的 整个画面的视觉效果很清楚 方便新手在倒车 或者说在挪车的时候 观察清楚周围的路况 避免一些寡蹭的发生 空间呢 我前面将座椅调到最低 我的身高1米78 一个比较合适的驾驶坐姿 头部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吧 坐到后排之后啊 首先来看一下空间 腿部在前面我调好的驾驶坐姿 两拳有点勉强 大概一拳四指左右 头部呢有一点点蹭头发 听上去似乎不是很宽裕对吧 但我觉得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这台车的后排空间 就是它做得很诚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想营造出来一个 它后排空间很大的这么一种 打双油耗的假象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我把座椅坐得很低 我把这个坐垫坐短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那样的话 你整个乘坐感会不好 这台车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台车它的座椅高度 后排比前排是要高的 所以后排的视野感觉还可以 那同样呢 坐垫也会比较长 在你大腿的位置呢 往前这里还突出了一块 这样对大腿的乘托就会更好 整个坐垫还有一点上翘的角度 乘托会更加的到位 那这样坐的一个所谓的弊端 就是会让空间显得没有那么大 但其实你的乘坐感受是会比较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它的后排空间坐得比较诚实 就是这个原因 那中间呢 它有一块不算太高的凸起 我放了脚试一下 我觉得真的要坐一个人的话 影响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大 那前面还有一个储物隔 一个充电口 后排的座椅呢 是可以整体放倒的 后备箱的容积也是比较常规一点 再配合上后排座椅放倒的功能 满足一个家用车该有的 基本载务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这台车用的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配CVT的变速箱 113马力 142牛米 它不会像很多自然吸气发动机那样 特别是排量不是很大的前提下 将油门踏板的初段调得非常的灵敏 踩一下似乎车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前窜的趋势 但是很快就会感觉到中后端的乏力 这台车倒没有 整个油门踏板的行程都还是比较均匀一点的 开起来就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稳重 非常安心的状态也挺符合它驾驭车的一个身份 舒适夫的在程序里面开 不要有太多躁动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是比较符合这台车定位的 而这台车开起来一个综合驾驶感受 也是很明显的偏驾驭车舒适的取向 而这个转向非常轻柔 而且车头响应不会特别的灵敏 特别的贼 中间是有一定的趣味的 而让开起来就不会累 再加上底盘悬架明显偏软 经过一点减速带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它在尽力的化解这种震动 化解这种冲击 让整台车行驶的更加安稳 更加舒适一些 NVH方面其实各个部分都还好 但是如果你急加速的时候 转速超过3000之后 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会比较明显 显得稍微有一点嘈杂的传入车内 但毕竟它是个CVT的变速箱 只要你恢复到一个巡航的状态 转速回落到2000转以内 整个车厢里面的亲密性就还好了 这个时候发动机的声音就不会很明显了 车厢的安静程度 我觉得对于它的价位来讲 就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 那么这一台北京U5 Plus 8万多块钱的指导价格 外观各个部分看上去 还有一定的设计感 内饰的质感是比较超过它这个价位的预期的 算得上是亮点之一 其他像空间 配置 驾驶感受 各个部分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瑕疵 其实也就可以称得上是一台 还不错的适合居家过日子的车型 今天我们就简单聊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